1949年,天津解放后,市长一直空缺,毛主席,于家的三少爷在哪呢? 1949年,天津解放后,市长一直空缺,毛主席,于家的三少爷在哪呢? 国家风雨飘摇之际,三少爷毅然投入到抗争之中,他在革命时期出色的表现,也促使其成为天津市的第一任市长,之所以叫三少爷, 也是因为他本就出生于江南著名的官僚世家,这个家族一代代传承,他却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便是黄靖,一位伟大的革命斗士,黄靖本名不姓黄,姓于,于是家世极为显赫。 其祖父于明镇是前清举人,他的思想极为开明,与没落腐朽的清政府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明镇在担任刑部主事的时候, 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清政府丧权辱国,通过马关条约来稀释宁忍,而于明镇坚持组织抬守军抗日,展示出读书人的骨气与立场,后来戊虚变法期间,他更是积极推行新政,变法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无奈之下,于明镇只好回去教书写书,所著不安失存,流传至今,老先生逃离满天下,学生中就有一个出类拔萃,此学生后来比名为鲁续。 黄靖的父亲于大纯为于明镇长子,他同样才学出众,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担任交通部龙海铁路局局长。 此外,黄靖还有个名叫于大为的叔叔,此人曾担任国民党国防部长,他的妻子也是陈颜格的妹妹,在实力如此雄厚的家族中成长,黄靖自幼便接受了系统的教育,也对一切新鲜事物很感兴趣,可什么思想更适合这个世界? 他也慢慢有了新的思考,当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更是毅然决然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自从1930年考入南国社后。 黄靖便积极投身于进步文化运动,凭借着勤学苦练的精神,他也在第二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那年日后铁蹄践踏踏东北土地,黄靖遇到了和祖父当年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敌人,为了唤起全国人民的重视,不让悲剧历史重演,黄靖和其他同学一起走向街头,但国民政府并未有所举动,反而还将怒火撒向前来请愿的学生。 这更是让黄靖极为愤怒,既然国民党始终妥协,那自己便不再对蒋介石抱有任何希望,他于1932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的私心不允许不同声音出现。 他也开始对进步人士大肆搜捕,在叛徒告密的情况下,黄靖惨遭逮捕,后来在组织的营救下才离开监狱,并被送往上海治病,黄靖痛恨日本人,他也希望完成祖父未能完成的心愿,为了将日寇赶出中华。 他始终疾呼,领导了著名的129运动,那是在1935年12月,北平数千人走上街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完整,一度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这起运动揭开了日寇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也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民族危机就在眼前。 毛主席对这次运动的评价很高,他说这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黄靖立即投入其中,来到禁察纪抗日根据地领导抗日斗争。 在此期间,他也遇到了一生挚爱,范锦,两人是老乡,共同的志向让他们很快无话不谈。 巧合的是,范锦也同样出身名门,她是范文兰的外甥女。 为了抗日,黄靖耗费了大量心血,也在1944年积劳成吉,被组织安排去延安休养。 后来他担任过禁察纪军区副政委,华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等多个职务,在工作中更是证明了出色的能力。 解放战争期间,天津一直是毛主席高度重视的城市,而解放天津的天津战役,更是一代战神刘亚楼《龙马生涯》中的代表作。 原本在1948年12月初,总部给东野的命令是先堂姑后天津,但刘亚楼仔细分析了战局,认为先打天津是最合理的。 此方案也得到了林彪的同意,总部对刘亚楼发来的电报更是极为重视,仅12个小时后就回电同意。 全国的战局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天津是国民党的防御重镇,而解放天津的速度有关系到渡江战役是否能顺利推进,一旦长江涨水就很难过江,这有关系到全国解放的时间。 按照命令,东野只有三天,林彪觉得48小时就够了,刘亚楼的回答则是30小时。 军中无戏言,刘亚楼也为此立下军令状,他有如此自信,自然是因为时机成熟,天津潜伏着很多骨干级别的地下党员,他们绘制了天津城防图,通过九死一生的方式送到了城外部队手中,刘亚楼的布置更是巧妙,采用了东西对劲,拦腰斩断, 先南后北的方式,1949年1月14日,东野对天津发起总攻,突破第一道防线后立即转入纵身战斗,使得陈长杰守军的防备体系瞬间土崩瓦解,天津城内的不少进步人士,大学生看到解放军到来,纷纷冒着枪林弹雨帮着带路。 这更是加速了解放天津的速度,足以见得解放军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陈长杰也被活捉关进功德林,刘亚楼在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 对于天津这座拥有一百八十万人口的北方工商业大城市来说,回到人民手里才是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如何管理,过去,此地曾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国民党军阀霸占,解放军接管了这座城市, 必须要有耳目一新的效果,否则都不能称之为成功,那对于天津市委,市政府来说,这就是巨大的挑战, 必须派遣一位董管理的干部统筹一切,面对正在挑选名单的周总理。 毛主席问道,三少爷是不适合当天津市长? 周总理很清楚,毛主席口中的三少爷便是黄敬,在前一年下旬,他就主管企业和工厂的改造工作, 什么事情都做得井井有条。 毛主席都是看在眼里的,在毛主席的推荐下,黄敬走马上任,他的任务也很明确, 要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天津人民,天津是在炮火中解放的, 城内能用的东西过去都被国民党搞成房了,留给市民的资源本就寥寥无几, 城内的基础设施也完全瘫痪,要想解决好发展问题,始终就得解决生存问题。 1949年1月15日凌晨,黄敬召开了一场工人座谈会, 他对坐在一圈的工人们说,党中央告诉我们,进城后要先和工人同志谈一谈, 如何把这座城市管理好。 工人们见到新调任的市长如此关心他们的状况,内心都十分感动, 纷纷表示要让这座城市早日恢复正常运转, 越来越多的工人被发动起来,他们不顾白天黑夜都在抢修电路, 谁管,很快就让城内的百姓重新拥有了水电, 在加班加点搞抢修工作的时候,黄敬多次前往工厂, 街道和市民们聊聊天,看看他们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 当时城内其实还有不少工人也为战争而失业, 他们提出的希望就是能早日恢复生产, 黄敬早就察觉到了这件事, 他也清楚,一座城市要恢复正常运转, 靠政府拨款是不行的, 必须得快速找到一条自力更生的路, 结合天津的实际情况, 黄敬率先提出了一工代振, 如此不仅能够快速搞起基础建设, 还能缓解天津的就业压力, 在他的号召下, 三分之一的失业工人都主动参与进来, 这些工人过去一直都没有活作, 如今纷纷来了工作性质, 共垫平了两万多平方米的沙土路, 挖出近六百立方米的河道淤泥, 而在工作的过程中, 越来越多工人的直观感受是, 我们不是为了金钱而工作, 是为了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园而工作, 黄市长手头的工作很多, 可工人们总是能经常见到他, 一位工人曾回忆到, 黄市长一点架子都没有, 他见到我们就面露微笑, 我们也总能在天津市内的大街小巷看到他, 若是心中有什么问题, 直接走过去问他就好了, 他能给解决的都会解决, 我们都很信任他, 对于一座大城市的管理者而言, 问题是接连不断的, 这就更加考验分析主次矛盾的能力, 就在黄境指挥着天津的劳动者们 致力于城市建设时,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 天津市人口大规模增加, 原来过去因为战乱等原因, 不少天津人选择离开, 还有来自东北, 济东等地的难民涌入天津, 使得天津的人口一度超过了200万, 现在天津解放, 不少老百姓选择回到天津, 使得天津的人口又出现了规模性增长, 黄境统计了数据, 发现全市的房屋只有105万间, 储蓄机关, 学校, 工厂, 商便等, 剩下能供给居住的房屋数量已经不多, 而且, 也为战争原因导致成为微房的房屋数量, 还有9100间, 居住环境已经极为严峻, 为了解决好这件事, 黄境先从租赁乱象下手, 并投入大量资金与人力修缮居住房屋, 耗时三年一举改变了房屋的残破面貌, 市民夸赞道, 我们解放了, 房子也跟着翻身了,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黄境一共在天津工作了三年多, 他不怕吃苦, 适应民心, 在水电, 交通, 街道治理, 房屋修建, 医疗等领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这使得天津市民有了更强的归属感, 新生政权也得以稳固, 1952年, 黄境被调任一级部, 组织上安排的统筹重工业发展, 这项事业是共和国发展的重点事业, 足以体现对他能力的认可, 那年也爆出了震惊中国的刘青山, 张子善贪污大案, 两人都曾在天津工作过, 工作中也曾有过优异表现, 黄境都没想到他俩能干出这种事, 毛主席为了这件事专门听去了相关汇报, 黄境觉得杀掉他们有些于心不忍, 便提出考虑到二人曾对革命有功, 要不要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 其实, 毛主席的心里早就有了结论, 他措辞很严厉, 是要他们俩, 还是要中国, 刘, 张二人确实曾对革命有功, 可也正是那种鞠躬自傲的心里, 滋生出贪图享乐的作风, 最终断送了他们的前途和生命, 毛主席也是为了挽救更多干部, 才力排众议痛下杀手, 就是要向全党, 全社会表明从严治党的魄力, 那些年, 黄境的工作能力都十分突出, 遗憾的是, 他于1958年2月10日在广州病逝, 十年只有46岁,